孙子兵法第一篇 祭篇 吴越之战 孙子曰 道者令民语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而不为威 意思是说 使民众与国军意愿相一致 可以为国军出生入死 不害怕危险 吴越之战中 越国的胜利 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道理 公元前494年 越国进攻吴国而战败 越王勾剑率仅存的五千残兵退守会计 面临亡国之灾 我帝大吴国的越国呀 大王不要太伤心了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全体越国人给我听着 谁能帮我击退吴国 我就同水一起管理越国 难道越国已经没有人才了吗 大王 我有话要说 大王 请您眼光放长远 现在以我国的实力是不可能击败吴国的 而且因为战争失败 百姓们都开始不信任大王了 所以 现在最主要的 是和吴国求和再勇获民心 等待时机 一举击败吴国 哎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越王勾剑派文仲到吴国去求和 越国打扮了八个美女 送给吴国的太宰匹 在太宰匹的帮助下 越国求和成功 越王勾剑做了吴王夫差的马前卒 大王 王二家今天娶妻 张三家老爹去世 李四家喜得贵子 我要亲民 嗯 我们这就赶过去 勾剑把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 十年不向百姓征收赋税 深得民心 大家这是 我们要为您报仇 对 报仇 我们被吴国打败 都是我的过错 大家还是不要为了我 去和吴国作战吧 越国的人都把大王 当作自己的亲人 为大王报仇 哪有不竭尽权力的呢 请允许我们同吴国再打一仗吧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越国军民一心 全国动员反攻吴国 结果吴军大败 越国最终取得胜利 勾剑在打了败仗之后 终于懂得了民心所向的强大力量 这场无越之战正是对 道者领名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微的成功运用 他让越国人民不怕危险 与君王同生共死 赢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